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你們 可能高中已經都是看過 然後我們只是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可能 可能今天或明天結束之後 我們就會進入一些 簡單的微積分的東西 然後 它應該翻成序列或是翻成數列 一個所謂的數列就是 它是一個 有一些數來組成的 然後 我們通常會用它的 那個 會用 下標會有那個順序 因為它會 因為它是一個有順序的 那個 數列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下標 會有1 2 3 然後 看到第幾項我們可能就會用 第N項我們就用an來表示 那 這樣子的 它如果 有一個順序的這樣子的數列 我們就把它 我們就把它叫成它是一個sequence 那 像我們看一個例子 如果我們現在把an 寫成 它是2n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偶數的那個 數列 因為它第一項會是2 第二項是 2乘以2 所以是4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 長成這樣2468這樣子的樣子 那如果我們現在an 是n平方-1的話 那一樣 第一項帶1進去 所以應該是0 那第二項n就帶2進去 所以應該是3 第三項應該是9-1 14-1 14-1 它就會 給了一個這種樣子 它就可以寫出它的 數列的 它的form把它寫下來 那一種是它給了你一個 an的形式 你可以去寫下 把它的 數列的那個整個寫開 那另外一種就是給你一個 給你後面這樣子的 它給你一個數列 把它的 一般式寫下來 假設我們現在給你的是 假設我們現在給你的是 1 2 4 3 5 6 這樣子的數列 然後我們想要把它的 一般式寫下來 那你就去觀察一下 它應該 第一項是2 第二項是4 所以它的分母應該是 2n的樣子 那分子就剛好會是2n-1 那你就可以把它的一般式寫下來 那我們有了一個數列之後 我們常常都會問它的可能某n項的核 那我們如果給你一個數列 那我們如果給你一個數列 像剛剛2n這樣子的 剛剛一個2n的數列 或是像現在2分之1 4分之3 我們要寫它的核的時候 假設我們要寫 叫你算十項的核的時候 你不可能一項一項把它 把十項都寫下來做相加嗎 所以我們就會 有一個那個連加的符號 叫Sigma 我寫錯嗎 我們就會把它的 從第一項到第n項 然後這是它的數列的那個表示法 我們就會把它寫成這樣子 所以如果現在 我們從i從1到5 然後我們想要算i平方的總和 就是從第一項加到第五項 那現在是第一項加到第五項 那你就可以把它寫成1加2的平方 3的平方 4的平方 5的平方把它相加 算一下應該是 55 所以我們連加之後就會用這一個 前面這個Sigma這個符號 那這個 那這個 連加的這一個它會有幾個 就是它兩個不一樣的數列做相加 你可以把它拆開來相加 就是分別相加 或是相減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做相減 就是兩個 現在裡面是兩個相減 就是兩個 現在裡面是兩個相減 把它寫成 分開來做運算之後 相減 但記得這個像素要一樣多 如果像素不一樣多的時候 你就要去做調整 或是多的就要另外寫 所以它做相加的時候它也是會一樣 它也是會一樣 現在這裡如果變成加號的時候 這邊就改成加號 那另外一種就是它如果某個數列同層上一個倍數 你可以先把那個倍數提出來 對這個數列去做相加就好了 相加完之後再把那個C層沉進去就可以了 這個 這個是一個 算數數數列 或是 我們常講的那個等差數列 因為它如果直接翻 應該算是翻成 算數數列 但是我們一般應該 比較直觀的是 它就是一個等差數列就對了 那一個等差數列就是 你一個首項之後 那每項的差就是一樣 假設公差是低 那它的數列就會 呈現這個樣子 呈現這個樣子 那給你一個等差數列你要算它的核 假設 假設這是 AK是一個等差數列 那它其實就是用那個T型公式來做 2分之1的 上底就是A1加上 下底是最後一項 AN 乘上它有N項 這樣 這是T型公式的 就是等差數列的那個 核的算法 那你把 你現在有一個等差數列 你現在有一個等差數列 第一項是A 第二項是D 那到AN這一項它應該是 A加上 N-1乘上D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它應該 如果你有首項有公差 那就可以把它寫成2分之 2A加上N-1乘上D 再整個去乘上N 這只是把那個 我們的那個代進來算而已 那主要就是 你只要知道它這個T型公式 用T型公式算就可以了 那我們 如果我們要算 所有基數的核的相加 一直算 前50項的基數核 前50項應該會算到 加到99 前50項的基數 所以它要算核的時候 就是利用 它是項數是50 那首項是1 末項我們已經知道99 所以就可以知道它應該是 核是2500 那我們介紹了等差極數 接著我們就會 介紹等比極數 等比極數又叫幾何 等差數列 等比數列 等比數列又叫幾何數列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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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幾何數列或是等比數列 那一個等比數列就是給了你一個首項A之後 下一項 差一個R倍 那它每一項都會跟前一項差一個倍數 所以它到DN項 應該會是一個A乘上R的 因為第一項是0次方 第二項是一次方 所以DN項應該是N-1次方 所以現在如果我們有一個首項是3 那我們只要我們知道它的公比是2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的數列寫出來 它應該是3 6 12 24 這樣子的一個數列 有了首項跟公比之後 那接下來一樣我們要算它的核 假設我們要算它 我們前N項的核我們用SN來表示 就是 就是從第一項加到DN項的 我們用SN來表示 它就是 A1 A2 一直加到 AN 那現在 它是一個等比數列的時候 它應該是一個 A加上 AR 一直加到 AR的 N-1次方 那它的公式應該是 1-R分之 首項乘以括號1-R的 N次方 推這個有問題嗎 這個公式如果忘的話這是可以推的 應該知道怎麼推吧 就是你把SN同成一個R 那去做運算 好我們稍微算一下好了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SN是A加上AR 加一直大 加到 N-1次方 那 你就把它 同成 整個 同成一個R 所以它就會變成 AR加上AR平方 一直加 應該會多出 會加到AR的N次方 那你去做一下相減 這個會變成 這個會變成 E-R倍的 SN 會等於A倍的 E-R的N次方 因為它會變成 A-RN次方 把A提出來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 SN其實是 E-R分之 A乘上E-R的N次方 忘了 所以假設我們現在要算 這一個等比級數 因為每一個像素剛好差一個負三分之二倍 那我們想要算第一項加到第五項 那你就可以知道 它要套公式 它的首項應該是7乘上 因為k從1開始 所以它的第一項是7乘上負三分之二 所以應該是負三分之十四 那它的公比應該是負三分之二 那知道首項跟公比之後就可以去做計算 它應該是1減掉負的三分之二 那首項是三分之負十四乘上 1減掉負三分之二的五次方 那我們算一下它應該是三分之五 三分之三分之負十四乘上 3的五次方是243 2的五次方是32 那是負號 所以是 所以是 所以我把它改成加的 那32 我們直接把這個1加上去好了 1加上去應該是 275 整理你們整理一下 我直接把答案寫下來就好了 就對這一個分數去做一下計算 答案應該是負的243分之七百七十 那 那前面那些是那個有現象的等比數列的核 那我們看一下 無窮等比級數 這個是無窮等比級數 那所謂的無窮等比級數就是把 那所謂的無窮等比級數就是把 我們剛剛有 等比數列 那無窮等比級數就是把 這些加起來 而且 它的像素是無窮大 那所以一样 你现在有一个无穷等比级数 那你就想要算它的总和 我们刚刚知道 它如果从第一项到第n项的总和 应该是一减掉公比分之 首相一减r的n次方 那如果这个r一直都是 如果是假设r是2的话 那这个数列应该会一直变大 而且会大的很快 或是如果它的首相是负的 然后公比是2的话 它的数列会变负的 而且是跑的速度是很快 所以我们如果要算无穷等比级数的和的话 它要收敛的时候才会有值 那所谓的收敛就是 你要使得那一个加法可以算 就是这个后来经过运算之后 是会有一个你可以算出来 当n是跑到无穷大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值 那只有在r的绝对值小于1的时候 它才会你可以做计算 因为如果你r等于大于1的值 那它这个在做运算的时候 这个n次方会跑得很快 n跑到无穷大的时候 因为假设r是2的时候 假设现在r是2 那它如果你只加一项 它就会只是减掉2的一次方 那如果你是加了两项 它马上就是平方 以2的倍数在跑 在跑的速度是非常快 那你n跑到无穷大的时候 你已经大到不知道跑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我们要算无穷等比级数的时候 它要可以算或是说它收敛的时候 r必须要小于1 那r的绝对值小于1的时候 r的n次方应该就会跑到0去 如果小于1的数一直乘 应该只会越来越小嘛 所以当n跑到无穷大的时候 它就会跑到0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它如果从第一项 加到无穷大的时候 的总和应该是 1-r分之首项 因为r的n次方跑到0 表示上面已经 那一项应该就把它看成1 所以这就是无穷等比级数的和 它收敛 它可以用的时候 只有在r的绝对值小于1的时候才可以用 等于1的时候也不能用 一定要小于1的时候才可以用 因为如果假设你的首项是1 那你的r是1 你加了无穷项之后 它还是会跑到无穷大去 当你加无穷项的时候 所以这边只有在 绝对值小于1的时候才会对 那我们可能高中数学的部分 应该就讲到这边 我们从明天开始就会讲一些 简单的 就是一些简单的微积分 那我把之前那几个那个 Pole equation的图画一下好了 我们对一下到底 有没有画对 有没有画对 R等于三倍口在sida的时候 它应该是一个圆心在 2分之三零 然后半斤是2分之三 所以它圆心应该在 这边 那它等于 这是之前exes的第二题 那第三题是 R等于1加上2倍的口在sida R等于1加上2倍的口在sida 它应该是这样跑的 然后 那R等于sida 那R等于sida的2sida是之前画的那个事业玫瑰线 只是它是 它做了 它会 做shift 就是它的 它会旋转的 它土应该长这样 那口在3zida应该是一个三个滑板的叶 那口在3zida应该是一个三个滑板的叶 它是一个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那明天还是这个时间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换时间 这边 谢谢观看